呃稍微等会哈我把这个拖的打开 好那你开始录吧 嗯我已经已经开始了 好大家晚上好又见面了哈 呃今天呢是第七堂课哈 呃还是一样我们先把那个做的作业呢 稍微点评一下哈 这会有四位同学那个做的作业哈 表扬一下尤其是这个徐梅哈 最先完成作业是这一周的三好学生 好咱们先看先来看第一张照片 呃这回呢我步驻作业呢呃有点有点challenge哈 呃这两张照片呢是2016年呃东方歌舞团 来达勒斯演出的时候呢呃拍的 应该是这一张这两张呃 呃这个东方歌舞团哈大家都知道都都是很高深的艺术家哈 他的背景的那个布置啊灯光的设置啊都非常的高深 所以呢拍完这张这些照片以后 尤其这个左边那张照片这颜色非常难调 因为他当时打的灯光啊就是这样的 呃我看一下咱们先看这一张哈 我看了一下大家都做的不错哈 呃尤其我要表演一下那个那个谁 呃小冯同学非常有创意哈 你看我把这四张照片都拿出来看一看哈 我觉得他比较creative就大胆的把颜色呢给他调成非红色啊 这红色呢其实呃怎么说的太耀眼了太亮了 太那个怎么说就说看上去不是很舒适 我呢对张照片也做了很多的调试 但是最初几次都都觉得自己不满意 后来呢哎我自己想想干脆think out of the box 就干脆不根据他原来颜色 哎就调成了这样的颜色 我给大家看看这是我最后呃调成的颜色 就说把他的situation降低 然后呢把他颜色稍微的变了一点 这是我当最后呢比较满意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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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 好咱们来看看这个这四张照片哈 从这张照片开始看吧 呃让我很感到很欣慰的就是说呃这回大家啊 都这个照片editing的那个skill啊大大提高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哎你要看看原片啊 这个跟这个主题没有关系的一些那个object啊 哎都被大家发现了都被大家裁掉了哈 比如说左边这一个喇叭 还有地上这些这个贴的那个纸条 哎大家都知道这些呃东西啊 会呃有些distraction都给它裁掉了 所以我看到这一点非常高兴哈 大家看看这张哈 这些object都都给remove掉了 然后这张这张的稍微差一点 这张也给remove掉了 好再回到这张来看 那这这这张呢哈我要挑毛病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space啊 稍微的呃才多了一些 什么意思呢 就说看张照片哈 大家有没有觉察到这些模特的眼神 是朝的右面看的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大家应该注意到就说你右边这个地方啊 应该多一些space 明白我的意思吧 就说这些地方啊应该流出来 我把我的照片给大家提供的参考哈 像这样照片 因为他的眼神是朝右看的 所以呢右边那个地方的space呢 应该多留一点 啊 这张的话呢 我就就裁的太太厉害了 就这地方应该多留一些 然后颜色的话我觉得还可以 当然了就说不管你是调成红色 还是调成其他的呃 建建于那个黑白颜色啊 都可以哈 就是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好咱们来看看这一张 这张呢就说呃 没有注意到地上的一些这些那个那个 胶布哈应该把它裁掉 再一个这一张呢就说好像什么地方 你看看把他放大哈 尤其他的脸 好像他这个有点wash out 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哈 尤其跟刚才那张相比的话呢 这一张还是有一点层次的 但是那这一张呢好像就好像有点wash out 了 所以这个高光的地方应该给他稍后 稍后降低一些 好咱们来看看这一张 这张好像就更加厉害了哈 好像咱们放大一下看 可能就说什么地方调的太有点过了 这颜色还是不错的 那就是这个细节地方哈 好像缺少一些 detail 其他地方都编的不错哈 那个space我觉得留的还还比较云寸 然后呢看看这一张 这张就说他大胆的用了这种近视于黑白颜色的哈 但是我现在看出来这个地上的这个纸条哈 好像好像没有去掉 然后呢他也应用了就是咱们那个上一节课讲的这个叫暗角哈 把它调成白色 哎我觉得比较creative 这是第一张照片哈 第二张照片 原图是这个这个图 这是我那个那个时候调的一个版本 我把它弄成了这种 Portrait Orientation 它原来是Landscape Orientation 好咱们来看看同学们的作业 这张的话呢 它还是keep the same orientation 这也可以 但是我建议呢 还是用用那个就是Portrait Orientation 这样的话呢更能focus在 在这个这个Dancer的那个身上 好 你要是不动的话还是保持原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space呢觉得有点多了 好 然后其他的我觉得调颜色啊 好像地地面上的crop啊都都弄的不错 尤其我注意到哈 这张照片跟其他几张照片相比的话呢 他把这个他把这个这个呃 舞蹈舞蹈者身后的这个这个粉末啊 给他突出表现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那个表扬的 咱们看看这一张 咱们看看这一张 这张呢 他这个orientation弄的不错啊 但是第一个地方就是他地板上的一些脏地方没有给他crop掉 还有一个呢 那就是他的暗光啊 呃稍微差欠缺了一些 呃造成的结果呢 就是一刚才的这个这个粉末 这种叫灰尘还什么之类的就disappear了 因为这是暗光 再有一个呢 大家看看这个 这个女孩的脸上啊 基本上就看不太清楚了 啊 你要看看其他一张照片 看这张照片 比较一下 他的细节 暗暗处的细节啊 还能看得到 这一张呢 哎 却disappear了 要稍微调一调啊 好 再来看这一张 这张的话呢 呃 我有两个那个建议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orientation呢 最好不要弄成那个方正方形啊 你看看这张照片 他还是保持的圆图的这种orientation 就是长跟宽的比例 还是最好是保持一下 这张我觉得你裁剪的时候 可能是没有用到shift key啊 那个shift key按下去的话 他就能保持这个 original的那个orientation 呃 第二点我想挑剔的地方呢 就是他的这个脸部啊 有点wash out了 就是说高光的地方啊 有点过了 看这个地方 基本上这个男男孩子的脸上的细节 看不看不清楚了 咱们看看第一张照片 哎 你看看比较一下 这个男孩子的照片 这个脸部的这个细节都能看得清楚 但这张的话就有点过了 包括这个女孩子的背啊 这个男孩子的肩膀 这个调的稍微一点过了 嗯 呃地上弄的很干净哈 然后再看看这一张 这张呢 这张呢也是呃 跟前面那张有类似的呃 这个一个一个缺缺陷 就是他脸上的这个细节 有点wash out 但是呢 他比刚才那张也稍微好一些 大家比较比较一下这两张照片哈 看到吗 右边呢就更wash out了哈 好 总的来说呢呃都编的不错哈 大家对对于那个 Line Room的一些最基本的 在把 我编的这样照片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哈 就是高光呢呃也有 但是呢就是他的那个细节呢 都有 呃这两张照片都是比较难调的 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哈 呃 下星期布置作业的时候 我再拿两张比较难调的照片 给大家调一调试试哈 好 对着作业有什么呃 comments 建议问题 呃没有做的同学可以继续做哈 看到今天咱们讲那个点评的一些comments 好 没有的话呢咱们就开始呃今天的讲课 今天呢是第七节课 呃 讲些什么呢 讲一些就是 有用处的呃一些辅助的一些 工具啊包括什么呢包括呃 preset预设 还有snapshots呃这个编辑呃 history 然后呢再讲讲这个virtual copy 然后呢再讲讲那个lightroom呃 比较新的两个feature哈一个是那个panorama 还有一个是hdr 然后呢最后讲一讲呃怎么去create的那个水印 呃然后最后讲怎么去export 好这是今天的大纲 今天呢这个都很容易哈呃所以呢总来说应该是比较 轻松的这堂课啊我把lightroom打开 好啊大家跟我一样 make sure你的module呢是underdevelop啊 就是在library下面好当你点击develop的module 的时候呢咱们看看左边的panel呃 navigator还在那哈在但是在navigator下面的话呢就有一个 session叫preset preset呢咱们中翻成中文叫预设 就是说他已经给他给你define好了一些那个滤镜 你可以用滤镜这个来来来理解 然后呢你就把这个滤镜呢加到你这样照片上去 这样的话呢就把滤镜中的一些呃预预预先设置的一些设置 apply到这样照片上去了好咱们来看一看呃 你们点击一下把这个preset的打开哈 你们就会发现lightroom呢一共提供了呃七组preset 我不知道最新的那个lightroom有没有增加哈呃至少在我这个版本呢 呢是一共有的七组从上到下呃大家先先 ignore 第一行 第二行叫Lightroom B&W 就是黑白 Filter Preset 一直到最后的叫Lightroom Video Preset 最后一个叫User Preset 大家打开 第一个叫Lightroom B&W Filter Preset 大家可能没有这张照片 这样我回到 大家都把这样道边打开 打开以后 make sure你在Develop Module下面 然后回到这个Preset 好大家跟着我 用你的Mouse 移到这个第一个Preset Group里面去 但是不要click 就是移动Mouse 大家注意看上面的这个Navigator 当你的Mouse 在不同的Preset上移走的时候 Lightroom就会在Navigator这个屏幕上 给你Display 这个Preset的效果 大家看看 第一个叫Blue Filter 它是这样的效果 然后再往下走 然后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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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说你觉得 这个Preset我喜欢 那么你就可以用左边的那个按钮 Mouse上的左按钮 按一下 它就来中就会Apply 这个Preset到这样照片上去 那么你中间的这个Screen 就会跟那个Navigator上的Screen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这样照片 已经Ply了这个Orange Filter Make Sense 好 假如说你已经Ply以后 你觉得 好像还不满意 怎么办呢 你可以继续往下走 这是Red 然后Red High Contrast 然后最后Yellow 假如说你觉得这个Yellow 更好 没问题 你再点击一下 Yellow 当然你看不出什么区别 这实际上 这个Lightroom已经Ply 这个Yellow Filter 好 好 这个Group 是我用的比较多的 假如说我想把照片变成 那个黑白照片的时候 我一般都用这第一个Group 叫Lightroom Black and White Filter Preset 当然了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 大家自己可以尝试一下 把第二组打开 第二组也是Black and White 你点击一下 看你喜欢哪一个 我这个没有 我打开这个Preset 怎么没有这个小照片在左上角 我就一个大照片 OK好 行 你的Navigator没有打开 你现在是这样的 你点击一下这个Navigator的三角 OK 打开了 OK 好 然后呢 第三组呢 有一些设置 还是很 很漂亮的 比如说 第一个 叫Antique 你点击 不要点击 你就是滑过来 你就会发现 这张照片呢 就像一些复古式的照片 有点发黄的 假如说你想制造那种 旧照片那种 那个氛围 你就可以用上这个 下面这个也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叫 就叫这个 Sephia Tone 就是第五个 大家点击一下 这个 我怎么没有你 你那么多 Preset呢 我也没有 你也没有 是不是我们这版本 就没有 你告诉我你是 哪个版本 就是最新的 Line Room C 对啊 我这也最新的 但是没有 没有你这个Line Room 是不是B&Y的 Preset 还有 那你告诉我 你那个 你能看到了几个 Group 我现在看到的 就是一个Color 还有一个 这个Creative 还有B&Y 没关系 我 其实 那个 用哪个Filter 不重要 就是说 我跟你讲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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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ory 就是到时候 你可以用 最新版本的 这个Preset 知道这个概念 就可以了 不一定 他可能就是 他把一些 那个Preset 淘汰了 没问题 随便 大家可以 就是把这个 多打开 看看它里面 都有哪些效果 然后呢 比如说 这还有一个叫 Bleach Bypass 对吧 它有一种 Washout 但是把它Color 给留住 有不同的 不同的 这个Preset 好 然后下面呢 我想给大家 讲的是什么呢 这是比较 比较重要的 大家看没看到 Preset的右边呢 就是同一行 这边有一个 加号 大家看没看到 这应该是有的 对吧 OK 好 行 这个呢 就是让你自己 去create 你自己的 Preset 好 咱们大家都来 做个事业 做个练习 做什么练习呢 大家 跟我一样 把这张风光照片 给打开 这张照片叫 Panorama Wallpaper 打开以后呢 做一件事 把这个照片呢 变成黑白的 怎么变呢 在右边 把这个Basic 打开 然后点击一下 Black And White 这照片一下 就应该变成 黑白照片 大家做完这一步 没有 Yes No 做完了 Yes 好 可以 好 咱们就做这么简单的 那个 那个什么 这个练习 好 做完以后呢 这样照片变黑白的 下面呢 大家都click 回到那个 Preset的右边 那个加号 点击一下 这个screen就会出现 它是让你去增加一个 你自己的Preset 好 这个Preset名字 你要先enter 比如说 按上你自己的名字 打上BlackAnd White 然后呢 第二行呢 是Folder 就说你这个Preset 在哪个Folder下面 它一般 你是你user 自己create 所以一般都在user Preset下面 这没有 没有变 好 然后呢 咱们 点击一下 这个BlackAnd White Mix 其他的都不用点击 就点击一下这个 BlackAnd White Mix 好 咱们 最后点击一下 Create BlackAnd White Mix 在哪呢 在这儿 中间那个地方 OK 天呐 这个 你的这边的 这个就是 NewDevelopPreset 就是我就是 点击一个Create Preset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个 加号一打开 可以Create 可以Import OK 选择Create 待会再讲 这个Import 但是你看 你这边是Folder Name 我这边就是Group 哦 Group 哦 对 是一个意思吗 是一个意思 OK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NewGroup 你们自己 你们那看不到 这个UserPreset吗 我能看到 OK 那就用这个 问题是我打开了之后 我看你现在只选择了一个 就是The Black BlackWhiteMix 还有上一个叫什么Trainment 对你点击这个他会自己自己会那个那个什么我现在打开了以后自动就是所有的都都已经选择了OK好这样假如说你所有的选择的话你点击一下这个CheckNone 然后再选择这个Black and WhiteMix 你说Black and WhiteMix你选了以后上面Trainment自动就选了对对对没关系 我这没有啊Trainment没有没关系不用理他你就点击这个就行了 Black White是吧OK 嗯 Trainment要自己选他好像不会自动选 没问题你这个Ignore好然后呢大家点击一下Create 好那么你点击以后呢大家再回到这个Preset的这个地方来在这个UserPreset下面就有应该有一个新的Preset的你刚刚命名的在那 是不是 YES NO OK好行好就说你已经成功的Create一个Preset 好下面呢咱们要做第二件事 用这个Preset的去变变其他照片啊比如说咱们再click一个这样照片 是一张彩色彩色照片啊 好好然后呢咱们点击一下你刚刚 创立创建的一个Preset 它马上就按到刚才那样照片的那个设置呢把它变得黑白了是不是 YES 没有哎 是变成就是自动的 我怎么就没有啊我都不变呢 那你刚才是没有选择那个Black and White Mix吗 我选了呀 我选了呀 你选了 哎我选了呀 奇怪了奇怪啊那行咱们再重新重新重新做一次哈啊比如说 呃咱们这样吧咱们老师你刚才 天老师哎你刚才create那个create那个叫什么Preset 在那里我我这是最新版的对我没看到你有个Black and White 你说在下面是吧 啊你你你你你不是打开这个按这个加号吗对按这个加号 这里不是出了一堆的那个对 我这怎么没有Black and White 你在哪里 呃你看到我的屏幕了吗 对我看到了你在最后的mix在这儿 我这儿没有 ok好行那那大家不一样 好我呃我只是用那个Black and White给他给大家做个例子哈 那现在咱们就不用这个Black and White做的做例子 咱们选选的另外一个好不好 呃看到他那个变动比较大咱们这样咱们用那个Noise Reduction 这个大家都有吧 Noise Reduction有 ok好咱们就用这个作为一个一个一个那个那个例子哈 现在首先第一步呢 大家先click一下check none 这样的话就就给他clean up一下 然后呢再点击一下这个Noise Reduction 大家注意到就是他右下角这一个叫process version 这个是他always check的就要ignore他哈 好那现在的话 你把它uncheck的吗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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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他 这个Present名字呢那这回就改一下哈 改成你的名字 然后呢这回是叫什么Noise Reduction 好那个folder或者叫group 都是用都是under user group 好你点击一下create 那么你在 我这儿没有create 也没有什么clearwall 什么就下面这四个选项项目都没有 等我哈 你点击这个加号 然后它出了一个screen 下面check war check none create和cancel 我都没有 都没有 但是你有没有这个Noise Reduction 有 ok那行 那其他的不用管他 你就make sure 这Noise Reduction 是checked 好不好 好 那顺便我讲一下哈 就说这个lightroom呢 允许你啊 做所有setting的preset 咱们刚刚讲的两个例子呢 第一个呢是通过这个黑白 第二个呢是通过这个Noise Reduction 来做这个preset 以后你们学会了这个办法以后呢 你们可以自己通过这其中的一些setting 来做你需要的这个preset 啊 这就是这个purpose of这个这个preset 田老师我问你一下 他这个preset这些这些选项是他事先已经有的 事先已经定好的 对 lightroom事先不是说你自己去定一个 比如说我定一个随便定一个 然后我挑几个 这个你看我的screen哈这个setting 这个方块在这 这是lightroom已经定好的 就是你可以选这些setting 嗯 包括你看哈看我箭头 这个lens correction 这个镜头的那个纠正 这都有镜头对嗯 对这都你可以来来来来做预设的啊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我们在右边那个工具工具 工具那个内来里边往下 往下 对对对 我想我想问一下假如说像刚才哈我们 我们这个这个就是在那个user preset 啊我有 Lily bm white 那我collect我的group里面的照片 只要我collect任何一个照片 我只要是把它选定选定这个black white 这个照片就automatic就成了这个setting 就成了 对对对对对 对没错 exactly 田老师我刚才其实想问的是就是说 呃比如说我比如说我都增量多少 然后降低多少自定 自定完以后这个能作为preset吗 哦那个那就很难 因为怎么呢那个各种照片的这个量按程度不一样 你怎么能用一个一个标准去去去定呢 假如说我在同一个场景拍的 像那个那个照片 同一个场景你的你的曝光也可能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这个 假如曝光都差不多的时候 就是我我其实不是这个 我就是说我能不能自己定一个 那个 嗯 比如说啊 对你可以定义 但是我不建议用那个曝光这个这个这个方式 那是另外的话题了 就是说我自己随便定一个比如说我想把边上都变成 呃那种渐进的白色就是 虚化 呃比如说类类似这个东西吧比如我所有照片 啊 呃你不行你的孩子必须按到你看我的screen啊 你必须按到从这里面去去去去选择 就是你自己做不了其他的 你自己做不了对 只能在这里选我我其实就问这个啊 啊问这个就是说我们不是有时候可以用那个 用那个呃就是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呃 渐进的那个那个镜那个绿 filter吗 对可以把边上变得亮一点 然后中间变得暗一点或者反过来 对那这个这个你你不是有大小吗 有大小和明暗程度吗 对但是你这个很难在这定义不了是吧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说你有时候变的话你的那个这个就是 效果不是你想象 因为各种照片不一样他的构图啊 他的那个高高光和低光的那个分布啊都不 太一样 嗯所以你这个预设的他是 让你去用那一些apply to almost every picture 那种设置去定 嗯嗯就是放置四海额皆准的那些比如说 这个noise reduction对吧 你知道你今晚拍的都是在那个那个呃 呃叫什么呃那个剧院里面拍的那个什么 i说肯定都是都是那个超过3000呃2000的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肯定每张照片都必须 用这个preset嗯啊 ok 好大家那个我可以这样写一下啊 noise我已经弄完了哈 就是就是例如那个呃就校正那个镜头那个 基本上是全部都要做哎对没错哎 放置四海而接准我还能记住中国这个成语哈 好大家就看到这个user group那个preset下面呢就 增加了你刚刚那个建立的一个哈 啊所以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通过呃 lightroom给你提供的这些设置呢来选择 然后你去create的这个preset 现在我想给大家说一下preset啊非常的popular 因为什么popular呢就说他一些这个preset做的非常的fancy 做的非常的detail这样的话呢就省去了很多你的步骤 所以这为什么这个网上啊有很多人呢来卖这些preset 你要到到那个那个internet去摄取一下哈 你你打一下lightroompreset的就很多这种preset for sale 当然了你也能找到免费的下载 哎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刚才那个就是noise reduction 但是我也这个save了但是我找不到这个在在这个里面 我只能看到那个preset就是那个black white 哦是这样你首先呢要用一张照片给他把这个呃 noise reduction给他设好比如说哈咱们举个例子哈 啊OK 比如这样照片啊你知道这个这个什么iso3200对吧 肯定要做那个noise reduction 所以你到这个detail里面去对吧把这个值都调好 比如说color也调一调 然后呢再去这个点击这个然后呢你看看现在lightroom就知道 就是他就他就assume你是根据当前这样照片的设置去create 一个preset 你看到吗因为我刚才做在那个noise reduction的地方调了吧 所以他呢就知道这个noise reduction这地方应该checkmark 好然后呢你再点击create 好这样的话呢这个preset就有这个noise reduction这个设置了48看到没有 这个luminous 48 color 42 好 Lily那个make sense 这个luminous你是放了多少48 对不管多少反正你设置一个值吧 OK 对他就按照这个值去给你定一个预设preset OK 好回到那个那个刚才讲的哈 你可以在网上啊找到呃免费的或者是你交钱的也行 假如你觉得他的preset比较好 呃还记得我我让大家那个下载了三个东西对吧 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从网上找到的这个preset 呃我那个我在那个上个之前告诉大家把这个preset的放到你的desktop上去哈 是不是都放去了 还在吧 我都没有啊 大家现在找一找好吧把你的那个preset的找出来 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给大家看看啊 我的呢是在这个地方 就这个folder叫contrasted vibrant luxuries lightroom什么一个名字很长的 来动preset 这就是我呃从网上下载的一个free的呃一个preset 你打开的话呢他一共有我看看有多少个哈26个呃preset 第一个第二个不是其他的呢都是他那个extension呢就叫lightroomtemplate 你看了这个extension的话呢你就知道他是一个preset 好大家都找到了吗 我还没有了没有做好课前准备啊啊是好那不耽误大部分的时间哈呃已经准备好了呢大家可以可以试试 有两种办法把这个呃你下载的preset呢给input到lightroom里面去啊呃第一个呢办法呢是什么办法呢 大家大家还记得你的lightroom的preset的那个location吧假如不记得的话我们再那个从预习一下这个review一下哈哈 在这个lightroom的菜单那个edit那个那个macbook上应该是就是lightroom好像往下走有个叫preference 大家都找到这个preference 大家都找到这个preference 哦有一个preference 好点击 Lightroom的preference这个screen就出现了然后呢点击第二个叫preset 好右边呢有一个方块中间叫showlightroompresetfolder 看能不能看到大家 在中间吗在右边 右边show lightroom 右边show lightroom 右边show lightroom presetfolder 这个preference 在哪儿 没有这个 新的 新的 Lightroom Preset 你make sure 你make sure你make sure你top menu是在preference 这个tab 第一个是general 第二个是preference make sure第二个selected 这显示的是show lightroomdeveloper preset ok一样的ok加了他加了几个字哈 好点击一下 他就会把这个window或者是那个Macbook这个folder打开 要注意到哈他其中一个是highlight起来的这个highlight的就是叫lightroom 大家看没看到大家再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以后呢点的是哪一个你lightroom 它window 它window 那个window已经给你给你去预先那个highlight那个lightroom点击一下lightroom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真的没有没有 那也没有啊 等一下 你的那个Macbook可能那个这个location跟这个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你只要follow他的 是在user preset是不是啊 估计是 不是 我们是setting 完了以后呢下面有很多东西完了有一个user preset ok好行 对 user preset 你那个是 user preset 最后就是user preset 我走完哈 lightroom 然后呢develop preset 然后呢 就会看到lightroom preset和user preset 然后你把lightroom preset打开的话呢 他都他没有啊没关系 对 我没有看到lightroom preset 好 不管到我把它复杂化了 你就点击一下这个user preset 你们的应该是一个或者两个 因为刚刚咱们create啊 对吧 一个是black white 点了以后出一个setting 点了以后出一个setting 再点开里面就行了 对对对 你follow他的那个那个那个 呃 直接对他直接给你highlight了一个setting 点一下 点他highlight哪一个你就点哪一个 然后最后呢应该是在user preset 然后最后呢应该是在user preset 在user呢 点开以后里面就是user preset 对 里面呢应该有一个或者两个 刚刚咱们create 那两个pre set 是不是 对 一个是black and white 还有一个是noise reduction 对吧 但是我们那个后续也不一样了 你是LR template 是吧 那你这个好像什么dotxmp ok 那可能他改改进了 没关系 呃 那这样的话 估计这个版本 这个我下载的可能不work 那个在新的版本不work 我不知道大家别人是什么后缀啊 我的是dotxmp 最新的都是xmp 对对对 都是 没关系 你要是现在下载的话呢 估计都改过来的哈 这个我当我下载的是比较旧的版本 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原理知道就可以了哈 好 大家需要做的呢 就是把那个folder呢 给它烤的这个地方来 像我已经copy过来了 或者呢 把哪一个烤到哪去啊 就是我 那个大家给大家下载那个 哦 哦 假如你找到的 你自己找到的都下载到这个地方就是了 对 对 假如说大家不想要的整个folder的话呢 你可以 挑一两个或者三四个或者若干个 直接 放在这里头也可以哈 就不就不需要一个一个folder来 呃 folder来给它organize 好 这是一个办法 呃 第二个办法呢 它就叫import 什么意思呢 大家回到lightroom里面来哈 然后呢 回到这个左边的这个preset user preset 这时候呢 right click un键 它会出现下面的叫import 大家看不看到这个菜单 在user preset的这地方 右恩然后呢看到这个import yes 对 对 有 ok 好 然后点击一下 哎 田老师我问一下 田老师 你刚才让我们的copy过去的 我在底下看preset的里面看不到你刚才copy的那些 你给我们的那个preset ok 好 是这样哈 呃 你copy完了以后呢 你要restart的那个lightroom 它才会 那个出现 ok 好 谢谢 对 这是他那个直接就是到把那个folder copy到那个那个preset folder里面去呢 呃 一个呃 好的地方也坏的地方好的地方就是整个copy过去 然后坏的地方就是你要重新那个restart的lightroom啊 然后这第二点办法呢就不需要重新restart的哈 就是这个import 好 你click以后呢 然后呢找到你下载的那个那些preset 然后呢你选择你想把哪些给import下来啊 比如说我一下我要import的三个哈 好吧 然后呢 click import 哎 他就会把这三个import这个呃 preset呢给加在了这个user preset 感觉这import比刚才那个preference简单 简单 简单但是有个缺点 假如说你你加的东西啊很多的话呢 他就比较clouded 比如说你有你有二十几个 然后下回又弄了三十几个 就不是很很利于这个organize 那个organize 你import了几个 呃我就加了三个 哦前三个是吧 那我也试试 随便随便加几个 就是这个list会变比较长 如果是用import的对吧 哎没错 所以呢假如说你那个preset的加了比较多的话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用第一种办法 这样的话就是你自己create一个一个folder 或者是几个folder 然后呢 把呃同一类的preset呢放在一个group里头啊 好 听老师我试了一下呃restarts好像还是出不来 不知道怎么会 但他出现了一个 他有一个message 他说 嗯你说 他说这个message 他说是所有的customerdeveloper preset will successfully convert to xmp 什么意思 哦他会他会一个conversion 就是你的你的是老版本 哦你的是新版本 他把那个旧版本的preset给他convert 但是看不见 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嗯 那行那那那你暂时用用用这个input这个办法吧 啊 好 另外呢我要讲的一点呢就是export 比如说以后啊你你比较喜欢做这个 对不起 呃呃田老师看到有了他是有了是吧 有了有了有 就前面一个整个整个那个photo在里面 对应该跟我的一样对不对 在第一有都有 ok那太棒了太棒了 ok 那就说他新的lightroom呢 仍然support的旧format 给他upgrade一下啊 ok 行 没问题太好了 呃 那我想说的就是说假如你呀 比较喜欢做这个preset 而且做得非常好 哎 以后啊你就可以建立很多这种preset 然后到网上去match 这也就是要用到这个export 好咱们试一下哈 比如说我刚才 咱们建立了两个呃 pre set 一个是black and white 还有一个就是noise reduction 对不对 好 我把这个noise reduction给它export出去 你right click 要那个mouse点到这个地方哈 然后right click 大家会看到一个叫export 看没看到 yeah 好 然后你选着一个location 把你刚刚create的这个preset呢 给save起来 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 你创造的这个preset 到网上去 或者让别人下载或者是让别人去买 ok 这就是这个preset import和export 我不太明白的就是你说 你把这个export完了以后 你去上上网去match 那你本身你不是就是在网上下载的吗 没有没有 这是其中这是只是只是其中一个 你自己create create preset对吧 你可以按照这个这种做法去 可以在在那个line row里面提供的这些那个参数里面 create 很多不同的这个preset 明白我的意思吧 嗯 万类还还就是说的你自己自己可以就是根据各种指数 你可以做一个就是说这个preset 对对对各种各种各种不同效果的 比如说大家假如感兴趣的话哈 大家可以click一下 就是你把我给大家下载那个那一组呢 打开一看哈 你会发现他里面 比如说哈 他里面尽管也有这个black and white 但是呢他black and white的效果 跟跟跟张跟刚才咱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知道吧 所以呢假如说你做的比较fancy 然后呢呃借用一些比较别人不不有的那些功能 比如说咱们那个哪几个上几个就讲过这个叫那个叫什么来的 呃这个tonin对吧 你通过那个tonin把这种效果做出来 然后呢 别人一看我这个这个效果不错 比如说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现在我给大家这个那个下载的那个group呢 就有这么多vignet plus vignet double plus vignet triple plus vignet quadruple plus 各种不同的效果 你觉得他的效果做得不错 哎 说不定别人就喜欢喜欢你的 是不是 好这就是我要讲的preset 现在你看看那个其他很多这个软件公司哈 像那个什么on1呢 这是我们下节课要讲的啊 啊on1还有个lumina之类的 他那么多filter 他实际上也就是基于这个原理 基于这个preset的原理给你给你那个创建了各种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的这个preset或者filter 然后呢你就直接用你就不需要去一步一步的这样走可以省省了很多时间啊 这个咱们下节课的时候会具体谈到其他软件公司的这些preset和那个filter 好 讲完了preset以后呢大家继续看看你的lightroom的左边哈 在preset下面是什么来的 是不是snapshot yes yes ok好 snapshot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snapshot就是说比如说你编辑一张照片比如说这张照片 你花了很多时间做了很多steps 假如说你做了一半觉得知道自己还要花很多时间 但是呢你想把现在这种这个球的那个效果呢先存下来 以便以后再用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用snapshot这个功能来记录当前的这个编辑状态 比如说哈咱们来举个例子啊咱们就用这张照片做个例子哈呃 比如说我先给了crop对吧 把它变成那个portrait mode 好 我呢又调了又做了什么其他东西 诶 假如说你觉得这个呢效果呢你比较喜欢 你可以先把它暂时存起来 这样的话你可以用点击一下这个snapshot的右边的加号 然后呢他就会给你出来这样一个一个window 让你呢写上名字 一般你可以用时间或者是时间后面再加加上一个呃你做的一些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做的scrop对吧然后create好你可以呢继续往前走啊做再做其他东西 假如说呃咱们 把shadow提高一下把highlight讲间低一下然后呢把它变成黑白的比如说我把这个situation 结果你做了很多很多这个step但是后来发现呢哎呀我对这个效果并不是很喜欢怎么办呢哎没关系你可以重新回到这个snapshot这个地方 点击一下这个哎他来得动了又会把你刚扛save起来那个版本呢给你display出来 这就是snapshot的好处 当然了一般的情况下呢呃你可能用用不到这个snapshot的 一般总是就说你让照片需要很多的这个editing的步骤呃花了很多这个editing的功能去编上照片 这种情况呢你可以暂时save起来然后呢以备后用 make sense 好跟那个snapshot的有关系的呢另外还有一个叫history 大家看看左边的panel哈哈在snapshot下面呢有个叫history 你把它打开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lightroom啊 把你编辑的每一个步骤都给它capture下来了把它放在的history里头 大家来看看哈我这张照片做了什么做什么东西那个editing的步骤 最最早呢是import 然后呢vertical perspective做了很多改变 那大家还记得咱们那个那个讲那个transform的时候呢把想把这个模特这个身高这个腿啊给它拉长一点还记得吧 这就是那个step 然后呢you reset 然后呢又做了crop 又做了很多这个noise reduction 就是说lightroom呢会把你做过的每一个步骤啊都save起来放在这个history下面 这有什么好处呢 哎其中一个好处啊就是跟跟那个snapshot的一样 假如说你觉得你最后做的不是很理想你想回到比如说你昨天做的这个这个那个stat那个state去 你点击一下 你点击一下 看了没有 lightroom又把你昨天做这一步时候的那个照片样子给display出来了 这就为什么说这个lightroom啊他这个file非常大 因为他花了很多这个这个功夫啊把这些细节东西啊都记录下来了 所以就说假如以后大家编这个照片的时候啊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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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觉得可能一小时之前编的那个那个那个照片 呃可能更好一些哎那你怎么去找的一小时之前编的照片呢 哎你可以到这个history里面去找 这就是lightroom给你提供了两个这个工具啊一个是snapshot还有一个呢是history 有问题吗 那有一个问题啊田老师 请讲 呃你你你就是你这些就是说你刚才说snapshot还有那些preset 嗯preset当然是可以移到新的那个另外一台电脑了 就是说我假如假如我在一台电脑上那个编辑完了 然后再到另外一台电脑上这个同样的lightroom 他这个编辑的结果是transfer不了的对吧 呃除非你把整个的这个lightroom的setting给transfer过去 因为他lightroom他他把你每个步骤啊都记录下来了 存在一个file里头除非你把这个file给给transfer过去 不然的话第二个电脑是根本不知道你做些什么东西 就是你那你装完以后你在相应的folder下面把这些都移过去 呃不行的没有那么简单的你要整个把那个叫什么叫那个 咱们第一节课讲的就是这个catalog catalog transfer过去 他去catalog里面包括所有的东西 哦在catalog里面就这些setting啊 就是每一步做的东西他都记录有了 哎没错对 好 这是snapshot和那个history 我想问一下那你要是 把他的腿 我知道因为那个lightroom里面就是说 你有那个vertical那个地方就是transform 那一块是有整个是拉长 但是如果假如我一直不太清楚像lightroom的局部他的腿 你想把他的腿的下半身给他拉长 这样可以吗 那是不可能的 那除非除非你要用那个photoshop 对 啊OK 就是说整个身体他不可以局部的 就是你想拉哪一块你就拉哪一块 不行对 OK 好 咱们下面呢 讲一讲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 叫virtual copy 咱们还是用那个 大家都有张进这样照片哈 大家都display这样照片啊 好 啊我要大家做一件事呢 呃 make sure你在developer module下面哈 好 大家都选择这样照片 然后呢 用鼠标啊 点了这张照片 点了这张照片 然后呢 又按 又按键 你会看到很多菜单 大家选择中间的地方 叫create virtual copy 大家看没看到 看我的屏幕看没看到的话 看到了 要点吗 点击一下 哎来动就 告你哎 virtual copy creator 那看没看到 你就有两张同样的照片 但是呢 你要仔细观察一下呢 左下角 第二张照片呢 左下角 有一个卷起来的这个纸一样的东西 看没看到 哎 我怎么就一张照片呀 我我就没有秀这个 啊 ok 我知道了 你现在有两张了吧 对 ok好 好看第二张照片 哎 哪里有两张照片 没看到呢 history 你把下面的小三角点一下 啊 啊 啊 没有 每个人 每个人都应该有两张照片 对不对 嗯 我 你在哪看到 我看你这上面就一张照片啊 没有 在那个film在下面 filmstrip下面 啊 在下端 不是中间的地方 下端 左边吗 你没看到我箭头吗 我看你箭头在哪里啊 啊 啊啊啊 箭头 在下面这一块叫filmstrip 对吧 就是这个地方 你做那个virtual copy没有 你要做那个virtual copy才有两张 做了 他create virtual copy在几点钟几点钟做了已经 对啊 但是他这有一个二吗 那有一个二吗 那就是第二张吗 我没看到一和二都没看到 那我这上面不是有个小小的二吗 在那个左上 你现在能看到我的屏幕吗 我看得到你的屏幕 但是我没看到你有两张照片 只看到一张照片 没有你不要看中间 看这个下端 这个叫filmstrip 这个这个下面这个一大堆照片的地方 没有看到两张照片 哦 看到我箭头了吗 我现在那个找不出来那一堆照片呢 好奇怪 没有没有我让你看我的screen 啊 我看到了 看到两张照片啊 啊 对对对 你的screen我看不到 那你们自己的那个 我把它放大了 我把它放大了 对对对对对我看到了 那你们自己每个人都应该有两张照片 对吧 嗯 看到两张照片 对OK好行 然后呢 第二张照片呢 看到这个小三角没有 嗯 看到 大家以后要一定要看哈 假如两张照片是一样的话呢 但是其中一张照片呢 是卷起来的 说明这张照片呢 是virtual copy 然后呢 大家看看这个这个naming 这个file name也一样 你点击这样照片的话 他后面会写上copy one 看到没有哦 嗯好 有 这就是告诉你这张照片呢 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照片 它是一个copy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lightroom里面啊 他这张照片不存在 他只是一个tag而已 OK 所以你要去photo里面找这张照片 是找不到的 我说的是这个这个virtual copy啊 这这从另外一方面讲是一个好处 就是他没有take actress那个space啊 好 virtual copy什么好处呢 好处非常多 比如说这样照片 我喜欢左边这个彩色的 但是呢 我觉得他的皮肤很好看 我想弄一张黑白的 哎 这时候virtual copy就起作用了 你可以呢 把第二张照片呢 给他变成黑白的 这样的话 你就同时有了彩色照片和黑白照片 当然了 你可以做其他的 也可以做其他的那个那个那个 editing 把同样的一张照片呢 给他那个变成各种不一样 不同的那个那个效果 那这个copy可以做好几个版本等于是 没错你自己可以自己咱们试一试哈 咱们重新回到origin的那个照片上 点击一下create a virtual copy 哎 这时候呢 他又给你create的另外一个 看到没有 然后你把这一张呢 你可以用刚才的preset 呃 比如说哈 喜欢古典的呢 我刚才讲的一个叫古典式的哈 叫 在这个地方 不来呃 我不知道你们新版本有没有哈 anyway假如有的话呢 可以点击一下 这个sirpia tone 哎 他是一种咖啡色 所以现在的话 同样一张照片 你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效果 好 最后一点要讲的就是说 呃 你可以 把这个这个copy啊 这个virtual copy给他抵抵掉哈 比如说我 中间那张我知道是一个三角起来 对吧 我知道他是一个virtual copy 我点击一下 然后呢 点击选择这个remove photo 他会告诉你 你想把这个virtual copy给抵抵掉吗 说可以 没问题 所以你可以随意的把这个virtual copy给他抵抵掉 但是千万你不要把original copy给他抵抵掉了哈 第一个要求麻烦了 好 这是这是virtual copy 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 太有用了 好 下面呢 咱们来讲讲这个 那老师 哎 请讲 那个virtual copy到时候也能够export什么的是吧 哎 一样 在lateral 在lateral那个 这个界面上是是一是另外一张照片 你可以去export 没错 你想想假如说你你反问反问一下 假如说你不能做export的话 你做这个黑白的有什么用呢 是吧 对 好 好 咱们下面呢 来讲一下这个 全景照片哈 呃我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 这个全景照片 也就是咱们那个平常讲的这个panorama哈 呃 咱们先看先看几张图吧 一般来说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这个呃宽一幕 还是窄一幕哈 他是有 若干张照片 给他组成的哈 你看这是一张照片 你看这是一张照片 但是呢他拍的时候呢 是拍了好几张 然后呢通过了lightroom或者其他的工具呢 给他组合而成 好 这些照片呢就是全景照片 呃lightroom呢是在哪个版本呢 在5.5还是6 呃加上加了这些功能的 呃我大家下载照片里头呢 呃就有这个全景照片的图 大家那个在那个filmschip下面找这四张照片哈 这我这是哪一年拍的那个呃 咱们那个plano的气球节 晚上呃放放那个放灯的那个那个那个场景 因为他气球很多嘛 所以你一张照片是cover不了的 所以呢我拍了很三张照片 我有一个一个advice一个tip 稍微等一下我猫猫要出去 呃在拍这个全景照片之前哈 呃建议大家先用相机对着自己的手啊 先拍第一张 这样的话呢 等到你编辑照片的时候 你就很清楚的知道哦 这个下面是几张这个全景照片 不然的话你拍了几百张照片 上千张照片回到家里的话 你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一个一个一个sign的话 你就不知道 哪些照片是用来做全景照片的哈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先对着自己的手拍一张 然后呢后面有三张照片呢呃是这个全景照片 看看这一张哈 他是在左把那个左边的气球照了一下 然后呢把镜头往右偏朝中间的气球 然后最后呢到右边的气球 所以这三张照片呢就会合成一张全景图哈 好在来动里面呢呃合成一张全景图还是比较容易的哈 这张照片大家有没有 看我鼠标这张照片 有啊 这张照片呢是这个他的result哈 大家选了不要选这张照片 大家跟我一样 呃把这三张照片选一下 用你的control key哈 按一下 然后你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三张照片给选 给highlight起来 呃那个macbook应该是呃也是control 好你把这三张照片选了以后呢 你就到这个你可以right click哈 right click 然后呢你就会找到这个photo merge 里面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hdr 这个是咱们待会要做的 第二个呢就是panorama 大家选择一下panorama 这样的话呢来动就知道你要把这三张照片呢 给他合在一起 哎他就给你这个preview 好我稍微对这个界面稍微讲一下哈 呃这有三种不同的这个呃perspective 那大家可以选择一下 哎你这个你这个是在哪找到那个pan 这个panorama 没有就是你选择以后你right又又选机吗 他选择这个photo merge以后 选择这个panorama 他就会出现这个界面 对photo merge 就是panorama不用那个hdrpanorama哈 呃不用待会咱们再讲hdr 好大家可以试一试的三种不同的perspective哈 好现在选的第一个 然后呢大家看不看呢有一个叫autocrop 有没有这个option 嗯有一个对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跟咱们讲那个呃transform下面的autocrop是一样的 就是说他会假如你选择的话呢 他就会把那些白边给你裁掉啊 因为他切切起来的话肯定一些白边对不对 所以呢你选择的话呢他就会把那些白边裁掉 好假如你对这个效果满意的话呢 你就可以点击最下面的merge 他就会最后啊这样把这三张照片的合成一张这个全景照片 大家现在自己做一下啊 大家可以试试那三种不同的那个perspective 嗯 merge到哪儿来呀天灯呃他merge到他会产生一个file这个file呢他可能在藏在什么地方你把这个看我的吗你把下面那个file呢 嗯 移动一下你就会找到这样的照片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对 再点一下他不是说自动merge完了就跟你show up在这儿了哈 因为你的sorting你的view不一样 你假如说你用什么file name还是根据他那个capture time去sort的 好大家都应该有这样一张照片呃产生对吧 大家看一看他的这个file呃convention哈 他是按照第一张照片的这个名字 然后呢加上了pano stand for panorama 呃你们看到我这个照片呢是第二因为我原来有一张了 然后他的那个extension呢是dng dng就是那个adobe的叫digital negative 它是一个format 好大家应该有这么一张照片 好很简单哈 也就是说以后大家看到这种很壮观的场景 或者是那种风光照片哈 都可以试一试全景照片拍呃四张照片或者五张照片 第一张一定要是拍自己的手哈 然后呢再从左到右都拍拍拍完拍完以后呢 呃通过lighting就很轻易的把它合合成在一起啊 诶那你说这个你拍照片的时候比如说你拍第一张第二张 你总有一些这个overlap的东西对不对 诶那你必须你讲戏的哈你必须有overlap 啊 你看啊 那把lightroom自动会把那个overlap那地方给你 对对 假如说你你照的时候这个 这这堂课不是不是介绍怎么呃 怎么照哈 我是讲怎么去做 呃那我去继续讲一下哈 你照的时候呢一定要百分之三十的overlap 你不能说我第一张照片照这个这个黑气球这边哈 然后下面那张呢 从黑气球这张照片往右照那不行 那他他他他找不到这个repetition那个那个地方的话 他就接不起来了 所以就是一定要有百分之至少百分之三十这个那个redundancy哈 就这张照片 这边一大三分之一吧 也要在第二张照片左边出现哈 这样的话lightroom才能呃去给你找到 那田老师你为什么哎 请讲 为什么第一张要做手呢 呃再说一遍我你前面的话 Cut off了 为什么第一张要照手呢 哦为什么第一张照手啊 ok 你照多花也行啊 照手非常方便啊 ok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假如说你那张去照气球节对吧 你照了一千张照片 然后你包括这个这个全景照片的 假如你没有这个手的话 你不知道哪张照片 应该是这个part of the全景照片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看那张手的话哦 你就知道下一张是全景照片的第一张 就方便你很容易的 找到这个要那个merge的照片 make sense thank you ok好 好这是全景图 下面呢咱们再讲讲哈这个HDR 中文呢叫高动态范围成像 还是这样吧 我把这个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看 大家都知道什么是这个HDR了 比如说这张照片 从暗到亮的每一个细节都有啊 大家看习惯的话 大家看习惯的话以后就可能就会看到 就说就知道一看这个照片就知道 这HDR做出来的 这张车 车 咱们那个做过练习哈 好 呃 这个地方我多讲一点哈 就说用咱们 每个人自己的眼睛哈 做一个做个例子 别看咱们的眼睛哈 那么小哈 但是咱们人的眼睛啊 呃 能识别从暗到亮 这个级别啊 是非常的广的 一般可以 据说可以到20个steps 而一般的相机呢 他只能是10个左右 你像原来那个那个单反相机里面 就是说这个这个动态范围啊 从暗到亮的这个这个范围 最广的呢 是那个尼康的850还是880 他能到达16个steps 但是一般的相机都达不到 一般相机的话呢 只能可能差不多10个左右 那就造成什么情况呢 造成一种情况 就是说你要照用相机 照一次相的话呢 要么就是暗的地方非常暗 要么呢亮的地方特别亮 他不能就是从暗到亮的地方啊 造一次都能cover起来 哎 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HDR这个照片 然后呢 用HDR的照相的话方式的话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 不照一张 我照三到四张或者五张更多 我从最暗的地方照起 我先把暗看 大家看这个slide 我先把最暗的地方照一张 这样的话呢 这张暗的那个图呢 他能把暗的细节包括在里 然后呢 我一把这个曝光啊 给他调高两节 大家看到 注意第一张照片是-4档 然后呢 我第二张照片呢 提高两档就-2档 哎 他知道中间那个亮度 然后第三张呢 我又加大两档 这是变成正二档 然后呢 最后正四档 我用的四张照片呢 把从暗到亮这个范围全照一遍 然后呢 通过lightroom或者其他的那个tool 去把它合成在一起 那最后的照片呢 他就会把暗的地方亮的地方都给呈现出来 达到一种高动态范围 好 这个lightroom呢 那去给你把这个动态高HDR的照片哈 也非常的容易哈 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三张照片 大家可以那个什么 呃 看一下 这个是那个plano 呃 有一个recreation center哈 叫orkpoint 他原来一个游泳池 室外的游泳池 现在被拆掉了哈 呃 大家看一下 这一张呢 应该是第一张 然后呢 这个呢 是第二张 然后呢 跳过第三张 最亮的一张是 第三张 我呃 用三张照片 呃 来拍这个HDR 呃 呃 那个美张照片的那个曝光叉呢 是两档哈 呃 呃 这个照的办法呢 在那个相机的话 啊 基本上大家相机都有这功能叫break it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以后可以试试哈 用break it 这个办法呢 去造出这三张不同的照片 假如说你对这个break it 的那个不是很了解的话 你可以google一下哈 就是说 他基本上你 就原理很简单 就是说这个每张照片呢 曝光呢 增加两档或者三档 最后呢 给它合成在一起哈 好 大家看看哈 大家现在跟那刚才一样 把这三张照片呢 呃 用的control key 给它选择一下 把三张照片选择一下 千万不要选这个这张照片哈 这张照片是DNG 结尾的不要选这个照片 这张照片是那个result 好 跟刚才一样 right click 选择photo merge 这回呢 选择HDR 我们呢好像有三个 哦 第三个是什么 呃 HDR Pananova Rama 哦 就是HDR 他把它结合起来 那那那 我这个exit 咱们不许 不ignore那个好吧 就是直接选HDR就可以了 好 这呢是HDR那个merge的那个界面 呃 我不知道大家的界面跟我的是一样的吗 还是 还是有差别 应该是一样的 呃 这两个 选一下Auto Align Auto Tone 啊我解释一下 这个有个option叫DGhost Amount DGhost Amount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就是照的时候啊 比如说你照和树吧哈 假如说那天刮点小风哈 你照第一张跟照第二张这个时候 他那个树啊 他的位置肯定不一样对吧 因为风在不断的吹对不对 所以呢 他就会有那个ghost的那个现象存在 假如说有这种情况的话 假如说有这种情况的话 你可以呃 呃 在这地方选择一个low 或者是median哈 根据情况 像这这张的话呃 基本上是没有封 所以我就没有必要选哈 然后呢最后你选择一下merge 哎来的东西会把这三张照片呢 合成在一起 最后是这样这样一个那个效果 那大家自己做一下 我想问一下像这个照片 那你流的那个水流也不一样吗 哎对水流不一样没错 但是他总是能cover 你可以比较一下哈 他不知道到时到底是用哪哪个水流 他这个功能有时候会接错的 对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一个一个tool嘛 肯定是会出错的 所以你要检查一下他的他的那个效果 假如说你觉得效果不太好的话呢 呃你重新再做一次哈 啊 好 呃 下面呢我再讲一下哈 我不知道大家呃在座的有多少人用这个功能 我要讲一下讲什么呢 就说现在相机啊 很多相机都有这个功能 直接照HDR 是不是 像佳能我知道佳能那个呃 5d3 就可以直接叫呃直接造出那个HDR的效果 那么我为什么要这么 他好像是造了两张 造了两张或者三张 然后他给你和在相机里合成一张 对对对最后出来就是这个一张HDR对吧 我要给他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哈 直接造HDR和用lightroom来给他合成HDR 他有各有优缺点哈 咱们先讲讲用相机来造HDR呢 他的优点就是说very simple对吧 非常简单 但他有个致命的缺点 是什么缺点呢 就是说先他先给你造出三张来 然后呢马上给你合成 他没有把那几张照片呢给你纠正 特别是你造什么照片啊 造那些建筑那个房屋啊 呃那些比较漂亮的建筑物啊 造那些照片的时候呢 因为咱们上一课上一课讲了哈 你必须要用这个lens correction 或者是用transform 把他的边呢弄直了以后对吧 不然的话他那个就会有些defects 所以呢我发现就是你直接用相机造HDR的话呢 造出的这些建筑物啊都是有缺陷的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 就看出这个用lightroom来做HDR的一个优势哈 当然了他他有一些这个缺点就是说 他非常的time consuming啊 但他优点就是说你可以去把这些照片的这个defect 这个缺缺陷给他纠正以后 通过lightroom去给他合成 啊这就我要想讲的就是说 用lightroom做这种HDR呢 跟直接用照相机 造出HDR的效果那个不同的地方 他那个相机的计算功能没有电脑墙 就是lightroom应该是做的应该比他好一些 对你可以这么说 对他不可能做了能做了那么面面俱道 不可能 好 下面呢咱们讲一讲做水印 Watermark 我首先要讲一下哈 就是说大家 作为这个摄影爱好者哈 肯定多多少少要为大为其他的朋友啊 或者你自己想通过这个摄影呢去去挣点钱 对吧去买更好的那个器材 对吧 这个Watermark呢 就是一种很好的办法来保护你的copyright 我希望大家从今以后啊 不要就是说帮朋友啊 或者帮这个熟人造完照片以后呢 花了很多几天工夫给你编辑好啊 然后呢就把照片全部给给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熟人 不希望大家这么做 至少至少要把你的Watermark打上去 而且呢 就说要逐渐的把自己啊去marketing好 就说啊 为自己的照片去做marketing 然后呢 争取以后呢 能给自己赚点这个这种钱 然后呢 cover这些器材的费用啊 这是我想大家呃 要走的这条路子 这Watermark呢 就说是一种保护你的这个copyright的一种非常好的办法 啊 呃 这个Watermark做起来呢 非常的简单哈 我想 我想先跟大家看看 我做的我的一些那个 这个Watermark 比如说啊 呃 我帮别人拍照片 对吧 拍完照片以后呢 你首先把没有呃 没有编辑的照片呢 呃 就稍微编辑点照片呢 给你的顾客看 然后让他选择 对吧 比如说这是上回跟那个谁呃 迪文他女儿拍的这种这些这种照片 呃 送送 送第一次送给你这个顾客的照片呢 你一定要打上这个水印啊 不然的话呢 他就 就可以 save 起来对不对 就不买你的照片对不对 所以呢你把这个照片呢打上水印呢 哎就一种protection 对吧 呃看看现在这个 这个这样照片上的水印呢 呃就有三行对吧 上面有你的名字 有你的那个studio的名字 对吧 丹田photography 然后中间呢 呃 是微信的ID 然后下面是电话 对吧 呃 这个watermark呢 有很多讲究的 对吧 你可以把这个watermark啊 给他弄得很小 对吧 比如说我看了很多人弄了弄右下角 刚才那个 咱们看的照片也有哈 比如说这张照片哈 哎watermark就非常小 因为这个你不想不想去卖 不想去marketing对吧 这是只是自己保留一下 但是呢 说不定别人会copy 哎 下面就有你的名字对不对 你可以get a credit 对吧 这是一种 这种 这种那个thinking 就是你这个watermark呢 到底应该做到 呃多大 放在什么位置 这都是你应该考虑的哈 呃 假如说你 你觉得这个顾客哈 呃 可能很可能就想偷你的照片 比如说他很可能就把这个头 给他cover掉 下面给他cover掉 不用你的watermark 对吧 哎他就可以保存这样照片 假如说你觉得你的顾客 可能是这样的话呢 哎 你可以完全把这个watermark呢 给他cover整个照片 这就我我我经常说就是 比较命的一种做法哈 当然了一般的情况下 你不需要那么做哈 你可以把这个这个watermark呢 呃稍微做的偏下一些 然后呢 transparency呢 要多一些 这样的话就不会cover 不会block这个这个照片 啊 好 咱们来具体讲一讲 怎么来做这个watermark 好大家呢 呃 window里面呢 到edit 点击一下 最后一行呢 叫edit watermark 呃macbook呢 可能是在line room下面 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 找到这个edit watermark 呃 macbook的朋友 有没有找到 找到了 ok好 找到以后呢 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界面哈 你的界面跟我的是不是一样的啊 我没找到在哪啊 你是window还是什么 mac mac mac就是在lightroom 点击一下 lightroom 最左边是lightroom 点击一下 你就会看到 你刚才找到那个preference没有 preference 应该在preference下面 哦 edit watermark ok 到了了 ok好 这样呃 咱们 咱们把 eva这张照片打开啊 咱们直接在这地方做 有个地方要注意点哈 选 那个做那个 watermark 时候呢 最好选一张这个 这种树的照片哈 什么意思呢 假如我选这种 横的照片的话呢 稍微等一下 我把reset一下 好 假如说你用 横的 或者叫landscape orientation的照片呢 去做watermark 之后呢 会造成一种情况 什么情况 比如说 你在这个横的照片上啊 把watermark啊 从左到右 都写满了 对不对 比如说 丹田photography 哎 在这张照片上看的是合适的 但是呢 假如你有照片是这种 这种orientation的话呢 它就会cut off 它只会display中间这一部分 对吧 所以呢 所以呢我的advise 就是说一般做watermark的时候呢 一定要base 这种portraitorientation的照片 好 回到这个地方 点击一下 好咱们来稍微讲一下这个界面啊 我不知道你那个新版本的界面跟这是一样的吗 还是有区别的 我我这样吧 我按了我的这个界面讲 不同的话你们再告诉我哈 首先呢 这个watermark style 一个是text 还有一个是graphic 嗯 咱们先简单讲一下的这个graphic 大家点击一下这个graphic 点击完了以后呢 它就会起来另外一个界面 让你选择 呃你的graphic 那张照片 因为你要你说 你让那个lino给你做一张那个graphic 就是有图案的呃这个watermark 对不对 所以呢他就肯定要问你 你这样图案在什么地方呢 哎 我给大家提供了这个阴阳的这样这张照片 大家看到看到我这张看到没有啊 你把这张照片呢给吊起来 好我来找一下哈 好这张阴阳的对吧 打开 哎 大家看没看到这张照片左边哈 这张照片下面左下角呢 就有这张icon的这个出现了 对吧 好 咱们继续往下走 首先第一个呢 对于这个graphic这个水印呢 大家要调的地方 第一个是叫opacity 就是这个透明度啊 大家可以试试 假如说opacity是0的话呢 这个水印这个水印就不见了 一般的话呢 我建议就是差不多5060左右哈 好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他的大小 大小呢 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呢 就说你可以去把它拉大拉小 第二个呢 就是fit 第三个是fill 我一般建议是用这个proportional哈 就说你差不多 哎 这个大小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最后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哈 大家看这个inset 这个inset的意思呢 它有两 它有两个两个value哈 啊 第一个是horizontal 第二个是vertical 它的意思是说这个icon啊 离这个下边和左边的距离是什么啊 比如说我想稍微离开这个边 这个vertical一样 我现在这个value是2哈 大家就看看到这个icon呢 跟这个左边的距离和跟下面的距离呢 稍稍微离开了一点 离开了两两个value 大家可以也可以把这个value增加哈 这个看自己的preference 好 最后一个叫anchor anchor的话 非常简单 你点击一下 我要在右下角 哎 他跑到右下角来了 左下角 左上角 左右上角 中间 对吧 比如这个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这个watermark 比较mean哈 你看你把整个人都都cover了 没有人喜欢这样的watermark 对吧 一般的建议呢 就是说 呃 比如说 一般的 就像你 你只想得到credit的那个watermark呢 一般是右下角啊 然后呢 你想去marketing自己的照片呢 一般是 这个 中间 或者中间的中间 或者中间偏下一点 好 这个呢 就是叫graphic 这个watermark 这个watermark 你让你选啊 什么叫CR2啊 CR2啊 CR2是那个 只能选JPEG 哦 只能选JPEG啊 对啊 我就想 我就想让大家想这个照片啊 这个阴阳的照片啊 哦 这个是哪个名字啊 就阴阳嘛 太奇 就只有这么一张照片 我看看 哎没有这怎么那么多啊 阴阳 你没有这张照片吗 天际啊 天际啊 对对对 对 不是这个呀 不是阴阳啊 嗯 谁也找一张JPEG 选上就行了 你选一个JPEG就可以了 哦 直接就选一个JPEG就可以啊 对 哦 OK 好 呃 就是 大家以后那个 就是说假如说你 呃 我知道很多人啊 呃 都把自己的签名呢 给他弄成一个 photo 呃 作为一个JPEG 然后你可以 把它弄得比较fancy啊 然后呢 你 拿到那个letter里面去 作为你的水印 我知道好几个人是这么做的啊 也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把你的签名 英文的话 英文也可以 中文也可以 把它变成一个 一个JPEG的那个file 然后呢 通过这个 来这种给他做成一个水印 这个不是不是咱们的重点 咱们的重点是要讲text 因为咱们用的最多的还是这个text的水印啊 好 大家点击一下这个wordmark style 点击一下这个text 这个选择呢 就可能要多一点 好 首先呢 呃 他这个text option 你用什么字体 是用regular的 还是用什么的 还有什么样的颜色啊 一般的话呢 呃 白色可能比较好一点啊 因为你wordmark的这个用途哈 大家想一想一个呢 是要把你这些联系方式 给cover 再有一个呢 你不能把照片里的东西给给它cover的 对吧 这样的话你的你的你的client就看不到照片 所以呢 那一般来说白色呃 还是第一选择吧 假如你照片基本上是白的话 那那么你就觉得用其他的颜色哈 好 现在用白的 这字体可以自己选哈 很多字体可以可以去选 呃 第二个呢是叫shadow 假如你喜欢shadow的话呢 你可以加上shadow 假如不喜欢shadow的话 你就不用不用选了oncheck 然后第三个就跟跟他一样的effect 这个opacity啊 我建议大家呢 就说不要用百分之百哈 百分之百的话就cover了 用个百分之 呃 50左右吧 然后呢第三个就是这个proportion 然后呢 最后是这个inset inset的呢 呃 像我的话用的比较多一点 就是说让他在下面这个位置 但是呢 又靠中间这个位置哈 最后呢大家要把这个字体这个字啊 自己打一下哈 呃我刚才给大家show的呢 有三行字对吧 还记得吗 第一行呢是你的这个名字 第二行呢是比如说你把电话 第三行呢比如说你的email都会写上去 像这个的话觉得字体太大了哈 所以呢要把这个proportional再给他缩小一些 哦还有还有一个地方 刚才提到的这个alignment 假如说你有多于一行的话呢 哎你就看出来了哈 你现在呢 default是left 看到吗都往左偏 所以呢一般要点击一下center 这样的话整个都在center哈 我那个 我把那个opacity打打大一点 这样的话看得清楚哈 好这个anchor哈 右下角左上角右左上左上角都可以哈 中间也行 但是我建议就是比较nice一点的话 就放在最下面中间那个位置 但是呢这个inset哈 用到最大 这样的话他会往上推 看到没有 大家看我的屏幕哈 本来是这样的 太下面了太太下来了 这个这个顾客哈 不良顾客很可能就把这个给他裁一下 只要上面这样照片 他就不会买你这样照片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你给他推一下 把它往上推 在这个位置 好 他这些这些步骤都做完了吧 你满意了吧 满意的话呢 最后要点击一下save 然后呢 要把这个水晶取个名字哈 这个名字要要比较有要unique一些哈 比如说 你帮我来说 你的顾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 对吧 所以你要英文和中文 所以这个呢 是英文的 你就说英文 呃 3 line 知道有三行 然后呢 密度 就是说比较比较比较create 那个descriptive 啊 因为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很可能啊 很可能有多个我的mark 比如说我 我一下有二十多个不同的我的mark 所以你要知道哪个是哪个 你只能是把这个名字啊 给它minifull一些哈 好 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以后呢 它就存起来了 好 存起来以后呢 你要最最后把这个照片给export的时候呢 你把这个水晶就加上去哈 比如说我现在要把这张照片给export出去 对吧 呃export 具体步骤我们待会儿再讲哈 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个这个效果 好 点击又又击这只照照片 然后呢选择export 在export的界面就出来了 其中有个跟咱们讲的水印的选择在这地方 到处第二个叫watermark 你要checkmark这个地方 然后呢 再把你刚刚建立的那个watermark呢 给选上 那我我有这么多watermark哈 好 刚才是什么是这个名字对吧 english three line middle 其他的不用管他先不用管哈 然后 当然你要选择这个 这个location哈 我比如说desktop 好 点击一下 他就export 好 我到我的去找一下 哎 这样照片就在这 哎 这就是我刚刚create的这个watermark 对吧 当然这个watermark不是很理想的 太太亮了对吧 他会把你照片的一部分给挡上 好 最后我想讲的呢 假如说你跟我一样 有这么多watermark 有一些我想肯定的是 已经被淘汰的watermark 看啊 这么多watermark 那么你怎么去把它deleted掉 假如你想delete some some of the watermark 怎么去delete掉 到哪去delete掉 大家还记得吗 我在咱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讲过 watermark存在什么地方 都忘记了吧 好 没关系 就是刚刚咱们讲的这个preference 讲那个preset的地方 他是在跟preset的 是在同一个location 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点击一下preset 然后show preset folder 好 在这个地方 咱们刚才讲preset的时候 有个叫develop preset 对吧 而watermark呢 也在同一个level 在这地方watermark 这里头有这么多watermark 假如你想delete掉的话呢 选择其中一个 按一下delete key 你就会把watermark delete掉 好 这是watermark 咱们最后呢 讲讲export 我给大家看看这一张 咱们在第一节课讲的这个 来动的工作流程 来动的工作流程 谁要有问题 怎么样delete 那个watermark 在哪一点啊 你要找的那个folder 那个folder 就是在跟那个preset 那个folder是同一个level ok我现在在preset里面 在同一个level 不是不是在里头 不是不是在里头 啊 performance 啊我我我回去哈 preset show lightroom preset lightroom 你要点击一下 啊 你看到是这个对吧 然后 在我的版本里面是 这个地方 跟他同一个level 我不知道你的版本是不是 我觉得新的是你要进那个 你要进show all other lightroom preset ok show all other lightroom preset ok 然后你就出来那个window 你找watermark ok 好的 这个是咱们第一节课讲的哈 整个lightroom的流程哈 capture import organize develop 然后最后呢 是export 咱们今天要就要讲export 在lightroom里面呢 有人就问 又为什么到哪去save 我照片编完以后在哪save 在lightroom里面呢 很遗憾 没有这个save的concept 呃 我觉得好像我们都应该会交作业的 好像都会export了吧 呃没有 我有那个碰到很多问题 呃 所以我今天早总讲一下 呃 还有一些细节 你应该注意到的 好 lightroom呢 没有这个save的concept 你 编辑的每一步 都save起来了 好 大家刚刚咱们讲的这个这个history 对吧 你每做的一步都save起来了 但是你做的最后最终目的呢 是把这张照片给编辑好 编辑好以后呢 你再把这张编辑好的这个raw file呢 给它export成一张jpeg 然后呢 转给朋友啊 转给你的customer啊之类的 好 这就是export的要做的事 呃 export呢 其实也很简单哈 比如说我想把这样照片给export出来 你可以 又选 又问 然后呢 选择这个export 或者呢 你从那个menu上面去选择export的一样哈 好 咱们我一般是用右键按下去选择export 这个是export的界面 你的界面可能跟我一太不太一样哈 大家呃 ignore这个地方 好 export呢 首先 呃 他也可以去export到email上去 但是一般的情况都是hard drive 所以这个hard drive呢 应该是他的default哈 这个不要动他 好 从头呃 从上到下我都讲一遍哈 呃首先第一个呢 是这个location location非常重要哈 有的人 我遇到问题就说 哎呦我export了以后找不到照片了 就是因为你这个location没有没有没有选好 或者你选好你不记不得哈 我不建议大家把这个把所有的照片给堆堆堆到你的desktop上去 那样的话你的desktop非常的clutter clutter的哈 我我的建议呢就是说 你我给大家看看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 呃file structure哈 比如说 我有个比较大的f drive 上面呢按照年代呢 呃编的不同的这个folder 比如说2019吧 这是我拍拍的所有的照片都在这儿 呃咱们举个例子 其中一个苟结哈拍的拍的一个苟结 然后呢他就有2019 event 然后呢苟结 为什么我前面加一个2019呢 因为这个我在2019下面还有个2019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原因很简单哈 呃假如说你没有这个2019 就是event苟结的话 因为苟结的话每年都有 对吧 我可能2020年也会去拍 2021年就拍 那你都用了 都那个import 这个lightroom以后啊 你就会发现有好几个苟结 你不你就不知道是2019年的苟结 还是2020年的苟结 好所以我的做法呢 是前面再加上了2019年苟结哈 ok好 这个不是关键 呃我想找一个 比如这个吧 好 这是2019年那个6月份 我为那个58 那个舞蹈团拍的照片哈 所以的raw file 看他们CR2都在 这个folder里头 看到没有 好 讲到export 首先的话呢 你要把照片给打上水印 对吧 给export出去 这样的话每张照片都有 都有你的水印 这个部分呢 你就在这个photo下面 跟这个 这些raw photo 同一个level 你给他create一个watermark 这个folder 这里头照片呢都是有watermark 好最后呢 你的client或者你的朋友select照片以后 你最后还要做第二次的export 第二次export呢 是没有水印的 对吧 你不能再把水印打上去 然后呢这种这种情况呢 你第二次呢就可以用final 或者是你朋友的名字 然后呢这个folder呢也是在同样一个level 这样的话你就非常容易找照片 对吧 比如说啊 2019年跟58拍的照片 为什么 这个所有的水印照片都在这 对吧很容易找 final照片也在这 然后呢你为不同的顾客的照片 都在这一个folder里头 这样呢非常的方便你去找 这是我建议的这个file structure 咱们回到这个lightroom里面来 我要export这张照片 好首先呢我不建不建议用那个desktop 用用你的specificfolder 好回到这地方来 我照片都在这个 F drive上对吧 我要选择比如说 咱们这是我前几天拍的照片 我觉得这个folder下面 我首先要create一个watermark WM stand for watermark 我要把所有的export照片呢 放在这个新建立的subfolder里头 OK 这是原来所有的原照片 RAW照片 然后呢你在这下面呢 再create一个subfolder 叫watermark 好这是location 好第二个是叫file naming 你可以把这个照片呢 export的时候呢把它名字改了 但是我不建议这么做 因为怎么呢 假如你照照片很多 比如你一次照了几百张照片 然后呢你有好多的不同的朋友 假如你以后给的这些朋友啊 他也回头来 哎呦你能不能把那张照片给我修一修啊 但是你已经把那照片的名字改了 你就不知道那样照片是跟你的origin的照片 是怎么match 所以我建议呢假如你照片多的话呢 不用不要不要把这名字改了啊 就是用origin的那个序号就可以了 这是file naming 第3个video咱们不用管它 第3个第4个呢是file setting 这个非常重要啊 首先呢呃这个format呢一般都是jpeg 这是没有什么说的啊 你要用jpeg 然后这个quality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尽量用百分之百啊 你可以假如你不想用百分之百 你可以用 拖往往左拖 从百分之0到百分之百 但是我建议呢这个地方你不要变 还是用给你的顾客呈现最好的这种quality啊 好下面呢就是要谈的一点就是这个colorspace 咱们讲课的时候讲过哈 一般常用的那个colorspace呢有两种 一种呢这样吧我稍微 多讲一点这个地方 colorspace 大家看看这张图 大家看看这张图 大家就知道这colorspace的那个意义了 这个 这个叫horshoe shape visible color 就是整个的color哈 像个horshoe一样就像一个马蹄一样哈 这是人可见的可看见的这个color哈 啊 中间这个蓝的呢 叫sgb srgb 它只是cover其中一部分 然后 这是最早的哈 后来呢1998年的时候 Adobe呢 它又创建了它的Adobe RGB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 AdobeRGB呢 比那个srgb呢 要多了 多了多颜色对不对 差不多30% 但是呢它还是不能cover整个的 后来又最近又又有一种叫pro photo 这个RGB 这个呢更更多一些 但是 现在的 网站 monitor 之类的哈 比如说那些social media 它只是 能 Display 这srgb 啊 所以你用太多的color呢 它Display不出来 但是呢 假如你 把这想把这照片打出来的话呢 哎 当然照片这个颜色越多越好 所以我的建议呢 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哈 ColorSpace这个地方哈 假如你这张照片呢 是准备打印出来的话呢 那么我建议你用多颜色的color AdobeRGB 或者 是这个最新的pro photoRGB 假如你的照片不是 不是想打出来 是为了给朋友看 或者是发到网站上去的话呢 那一般情况你就可以用srgb 好 这是file setting 再下面呢 是image sizing 就是说你这个这个照片呢 是多长多宽啊 这个地方呢 呃我要提到一点 就是说 假如大家去参加什么摄影比赛哈 他的摄影比赛上啊 都有什么规定的 比如你的照片 必须是jpeg 还有一个呢 就是长边 不少于1000个pixel 他有这样的规定的 哎 这种情况呢 你就必须借用lightroom的这个办法 然后呢 选择resizing to fit 这地方有很多选择哈 这个地方呢 你要选择long edge 就是长边 比如说不少于的话 那么你可以用110 啊 假如说不能多于110 你就用990就可以 这样就是符合他的那个 那个条件呢 呃 假如说回到这个watermark 比如说你为朋友拍照片 你拍完以后呢 只是想给他一个样片 就说你没有没有全部修完哈 上面还打到水印的照片 这种情况呢 我建议大家用这个percentage 就是说他这个 有watermark这样片呢 仅仅是original照片的 比如说20%或者25%都可以 就是说让他看看样子就可以了 啊 大概了解一下这个照片色彩光亮情况 啊 这个时候呢 就必须要resize 但是你最后 the final照片的export呢 那个地方 一般都不想呃 不要用那个resize 就是用orunitize 除非你去参加比赛哈 参加比赛你必须满足他的条件 对吧 但是你如果你假如说你为朋友拍的话呢 你最后还是不要去resize 最后的这个size是多大就多大 这是image sizing 啊 这个output sharpening呢 呃 假如说你不是打印出来哈 你可以用sharping sharping for screen 就是说你在屏幕上看的更sharp一些哈 你也可以就是说你也假如你打印的话呢 你选择这个两种不同的paper 好 metadata metadata呢 我建议大家把这两个地方选一下哈 就是说一个就是你personal information 呃 可以不包括在那个metadata里头啊 还一个就是location 你不想把你在这样照片在哪拍的 就是安全起见吧 对吧 因为现在相机很多有gps的information 他看你照片就知道能能用那个那个software调到你这样照片在什么地方拍的 他知道你的家里对吧 所以就涉及到一些安全的那个那个的措施 所以建议这两个地方都给他选一下哈 好 最后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讲的watermark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checkmark一下哈 不然的话哎呦我选了这个我记得我选了这个watermark怎么打印的超那个最后的照片没有这个watermark呀 哎就因为你没有checkmark要checkmark一下 好这就是整个的export 呃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田老师看到人家有的照片那个watermark有个proof就是diagonal的那样写 他这个lightroom是不是没有这个feature 呃那个lightroom做不到 ok 一般是可能是用photoshop来做的 嗯 ok 嗯 还有其他问题吗 然后田老师我我觉得就是刚才讲到删除那个watermark 在这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块删比较简简单一点我觉得 你说在这地方对就是在这删你看它最下面有一叫I did watermark 在这边删除那个不需要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呃但是你不能把那个watermark的file给它删掉啊 哦那我就不知道是删掉file反正就删掉之后你就看就是再也看不到它了反正就是 啊你说你怎么删在上面上面的名字在上面你看左上角 你刚才点那个底下那个I did I did ok 对 然后呢 然后点开之后这个就对就点这个地方对点一下 然后就是就就点刚才你点点的这个地方这个左上角这个地方对就 点点一下拉到最下面 就直接okok 好谢谢这是不是删掉 这是不是删掉 ok这有一个可以删除的地方 对我觉得这好像比较快一点 对对对这比较快不然的话你还得找半天 我还得去找那个file 哦这我还没看得过 但是但是这个地方好像不能editor的就是你原来那些写的东西不能改的 对对他他只是讲那个删除 对删除你不需要的watermark 对对对对他很奇怪他那个editor就是说你原来写了个什么东西 或者想改一下位置什么的都改不了 对对对 但是他没有 在下面和右边都可以改呀 在右边这样就可以就可以改了呀 对我改过几次都改不动 他都让你再save一个你save到原来的就不行 就可能你改你要重新改个名字 重新save一个文件 重新save一个文件 不让你save不到原来那个文件 对你要重新起个名字 对那不是麻烦吗 重新起个你不要删掉 对那个我觉得lidon这点没做好 他可能没有用心做的 那你就起个新名字把旧的删掉就好了 对对对就是多就是多走一步 因为有的时候他那个字体吧不太好看 你就想那一个字体好看的 我以前也是经常我自己搞的那个watermark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就没有就像刚才那个田丹老师讲的似的 都时间长了像好多watermark 也不知道是哪一种了 对对 好谢谢Sarena 那个给我们看了这个 不客气分享一下 因为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了 一般情况下 假如说你如果是就是普通的照片 对 我刚才我看你的放的2400k 像一般的情况下 是不需要这个file这么大吧 一般不需要一般那个最后的话 你看你什么用途 他你要是去参加展览呢之类的 他都会给你规定好 你这个file size必须多大 然后呢长编必须不能超过多少 都有都有规定的 那普通的呢 假如普通的照片 一般情况下 其实你想share给大家 给那个朋友们看的话 一般一到两个mac就可以了 嗯 对啊我觉得2000多 这个好像太 对太大了 对太大了 好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哈 讲的就是 呃 还挺多的哈 咱们现在有已经过了9点半了 咱们那个 做下练习吧 咱们今天拖点糖好不好 好 咱们不用全做吧 咱们做做几张 呃第一题呢 咱们实际实际上已经做过了 咱们就是去建立一个 这个 这个 preset 然后呢 apply到第二张照片上去 咱们这个就不用做了哈 第二题是同样的 呃 第三个很重要哈 第三个就是说怎么找到这个 preset 那个location 这个大家再练习一下好不好 第三题 这样对大家以后 呃能迅速的找到这个 preset 有帮助 第三题哈 trying to find the new location or preset 一分钟 一分钟 有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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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时间到 没问题吧 window的 Macbook的都没问题 都很能迅速找到 它的那个 这个location 好 下面第四题 这个8401 是哪张照片呢 好像是 对 不是这个 OK 好 这张照片 大家都有这张照片吧 做什么呢 两步 第一章 第一步 是 crop一下 把这张照片 modify 然后第二张 是建立 create一个 virtual copy 然后呢 把那vergual copy 变成黑白的 这张 好 大家做一下 一分钟 甜丹老师 你这个 你这个file是 我怎么没找着啊 我这只有只有一个 jpg file 只有jpg file 我也不知道 假如说你没有这样 file 只有jpg的file 那就 那就 省去第一步 不不不 我有一个 有了找着了 找着了 找着了 OK 两个都一样的 好 给他 加五秒钟 好 再加五秒钟 好 时间到 很简单 对吧 没问题 这就是virtual copy 用处非常大 好 下面第五题 第五题 在这里头 好 第六题 咱们已经做过了 就是建立全景照片 第七题 咱们也做过了 第八题 咱们做过了 这样吧 这个水印 这个地方 我还是想 还是想 想让大家做一下 这个题目 就是第八题 建立两个水印 第一个是在 右下角 这个地方 第二个水印 是在中间 这个地方 然后 大家 去把 这张刚刚修过的照片 这张旗袍的照片 给export出来 export的时候 两次 第一次 是用第一个水印 第二次 export 是用第二张水印 所以 你最后 应该得到两张照片 都有水印 但是水印的位置 不一样 好吧 大家做一下 咱们用两分钟的时间 好不好 开始 咱们两分钟 互联系 咱们两分钟 因为 他们不要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好时间到 都做完了吗 有什么问题吗 应该是没问题 好 大家都没问题 最后一道题 很可能是你以后 要碰到的这种情况 什么情况 你拍了这样照片 非常漂亮 你想去参加风光比赛 但是组委会规定 the longest longest site is 1000 pixel 然后你就要去 把这张照片 给它 export出来 make sure 它的长边 是正好是1000个pixel 所以大家呢 做一下 这个export的练习 make sure 这个照片 最长的边 是1000个pixel 到时候呢 做完以后 咱们一块来检查一下 看到底是不是 1000个pixel 好 一分钟 做一下 谢谢大家 好 时间到 做完了吗 做完了 好 大家呢 都把你刚刚export那张照片打开 好 像我的是在这里 好 大家呢 怎么check呢 大家right click一下 右按鼠标 然后最后一个叫property 把它property打开 然后打开以后呢 点击一下这个detail这个tap 这里面就有很多 有关这张照片的information 其中咱们要check的呢 就是这个dimension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dimension 长是1000 宽的是496 正好这个长呢 最长那一篇呢 就是1000 大家看看你们自己的照片 是不是这样 再讲一遍 right 右按键 选择property 然后呢 点击details 好 你会看到这个image 这个dimension 应该是1000 乘以496 你们是不是 是的 no 是的 有没有no的 是的 ok 都是的 ok 好 你们都掌握了 那行 那这堂歌就到这 假如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留下来 没有问题的话 就拜拜 那一天呢 我有个问题 还是刚才那个preset 谢谢 在上课 那你讲 我没有n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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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